全油管最快新闻 4月16日江西府周乐安县发生一起因雷击导致一人死亡的悲剧 从乐安县应急管理局获悉 死者是一名老年女性 16日早上在田里劳作事 不幸遭遇雷击 当地政府已发布多条预警信息 提醒居民防范强对流天气 江西省防讯抗和指挥部数据显示 全省多得遭受风暴洪涝灾害 共621人受灾 共621人受灾 在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 预警和应对举措险的犹未重要 希望公众随时保持警惕 确保自身安全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